正因为莉莉安推荐了卢西法 所以卢西法欠了她一个人情 没有引路人 一个光明天使带领异异光天使出现在魔界 只有一个结果 群起而攻之 堕落之前 卢西法拥有一个璀璨的名号 陈光天使 或者是光之天使 在天堂 所有制天使中 每一个制天使的名字都有来由 而卢西法的光之天使的来由 便是来自于她的速度 一名以速度称绝天堂的光之天使 一名是以速度称绝太古的剑神 两者的速度都超越了众人查之的范围 最初始的时候 众强者的目光 神识还能勉强跟着他们移动 隐约见到一些残影 但到了最后 却只听着剑声 以及两人偶尔交手时 发出的砰砰 眼中所见 只有一道道 断断续续的暗影 以及漫天无形的空间碎片 坍塌下来 下方 混沌之地特别坚硬的地表 也撕开了一条条 丑陋的疤痕 巨大紊乱的气流 不断地将附近一些 只摧毁灵魂的黑子风暴吸引过来 这些风暴的加入 更增加了两人交手的凶险度 便连观战的人群 也不得不小心翼翼地 一再移动观战的位置 以避过那股灵魂风暴 风云无忌心中非常冷静 随着交手次数的增加 风云无忌也渐渐明白了 幽无邪口中所谓的高级妖魔 到底有多高级 对于一名地级境界 都没有达到的太古高手来说 只要实力超过他 不管是高级妖魔 还是顶级妖魔 在他眼中 都是一样的吧 这种差别 就像一只掉落在下水道的青蛙 实在是不明白 井盖和天空 到底哪个更大一些一样 风云无忌始终没有权力出手 每次出手 只是逼迫鲁西法移动罢了 当风云无忌运行 本尊那破除一切虚妄的银白双眸 在心境上 就非常接近于 本尊理智近乎于残酷 一切只为理智中的目的 与利益 关注未面投影的规则 风云无忌还是不太了解 唯一的一次接触 还是遇到苍穹至孙那次化身 而且虽然切入到了一名制天使的投影通道中 并且将自己的阴影也投到了天堂之中 但那一次到底是怎么回事 风云无忌并不知道 那一次唯一的收获便是明白 虽然只是一道未面投影 但若是掌握得法的话 完全可以通过未面投影 伤害到对方的本体 毕竟 在未面中产生的投影 都是本体信息的映射 在本质上 未面投影与本体 还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卢西法每移动一次 银白双眸便能获得一条线索 每一侧与未面投影有关的规则信息 都会投影到风云无忌的意识海间 构造出一个完整的未面投影规则 意念剑体大法的一心多用的能力 配合着银白双眸 阁望见真的能力 在推演规则方面 极称无敌啊 内意识海里 细碎的未面投影规则 信息在庞大的推演能力下 不断地繁衍 促生出新的 相对应的投影规则 意识海中 一个以风云无忌为本体的投影 正在迅速地完善中 一条条规则减丝 按照某种规律 迅速地构造着 另一个风云无忌 不对 交手许久 鲁西法始终找不到 风云无忌的破诊 对于他的武学也无从捉摸 与自己避开那些空间碎片不同 那些空间碎片 根本就是在主动避开 这名人类的男子 以鲁西法存在的岁月 也从未见过 如此特殊的规则掌握者 就在这种僵持之中 鲁西法本能地察觉到了 一丝丝不对劲 他在从我身上获取能力 绝尖强者的本能 让鲁西法感觉到 风云无忌的银白双眸 异常状态 鲁西法当机立断 大喝一声 身躯平平地向后飞去 一股纯粹的黑暗能量 从体内蹦出 将四周大片的空间碎片扫开 风云无忌并没有追上前去 银白二眸 冷冷地盯着向后飞去的鲁西法 右眸之中 规则演化速度是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在黑白的世界里 风云无忌清晰地看到了 鲁西法向后的空间规则 产生了人为的波动 一股浩瀚而纯粹的黑暗力量 从另一个所在向这里轰来 风云无忌的长发一扬 一步跨越了数百丈的距离 手中第五剑弹一声龙吟 静止向那股庞大的气机 传来的位置斩去 几乎是在风云无忌 手中长剑斩下的同时 鲁西法背后一个空间黑洞 扩展开来 来自另一个空间的庞大能量 通过特殊的传递方式 轰向了鲁西法 第五剑弹无声无息地划开虚空 长剑之上没有半丝剑气泄出 但即便是对剑道一无所知的 莉莉安也知道 这一剑上蕴含的力道是如何的庞大 画出阴阳震破虚空 也就是挥挥手的事情 便在这时 一直避让的鲁西法突然扬起头来 英俊白皙的脸孔上露出一个邪义的笑容 满头的黄金海浪般的头发也波动起来 在众人惊恶的目光中 鲁西法突然于原地消失 挡在了第五剑弹的斩下路径上 纯粹而黑暗的气息 从空间黑洞中狂涌而出 来自堕落之王本体的能量 瞬间集卷整个天空 最为狂野而纯粹的黑暗力量 一波波地吹残着附近所有的东西 空中残余的空间碎痕 瞬间被清扫一空 无尽的黑暗向着远处观战的一众 太古强者当头照相 便是一旁的莉莉安 同样在那黑暗气息的囊括范围之内 一众太古强者飞身向后飘去 同时双掌暴情 蓬勃的进气暴射而出 哄 一声巨大的爆炸声 一鸣鸣太古强者 背着无可挡预的黑暗力量 真的向后翻滚 勉励地落在地上 亮枪数不退出 一手武胸 嘴角俱使一缕鲜血涌了出来 另一侧 莉莉安大叫一声 被一股暗劲远远地拖送了出去 眨眼之间 便化为一个黑点 消失在雾气之中 只听一声尖叫越来越低 鲁西法 你这个混蛋 空中 穿透虚空的黑暗力量 如排山倒海般地 压向了风云无际 然而呢 如江海般的攻击 却在风云无际身前树杖处 一分为二 平静地则两侧流过 根本连他的身体也没碰到 一道剑光 在黑暗中一闪即逝 没有惊天的气势 也没有赫然的天象变化 这一件 只达到了一件事 将挡在身前的鲁西法 一分为二 鲁西法诡异地一笑 身体若流水般地分为了两半 化为了淡淡雾气 消散无踪 漫天黑暗的能量 若流沙一般 在离风云无际数百丈外 聚集在一起 一个消长的黑色人影 显现出来 从外形上看 正是与先前 被风云无际一剑 斩于剑下的鲁西法投影 一般无二 很快 事实证明了 风云无际那一剑 虽然撕裂了鲁西法的 一个未面投影 但并没有伤到他的本体 只要本体还在 未面投影 便可源源不绝地产生 浩瀚的黑暗力量 赋于新产生的 未面投影身上 不知道为何 风云无际本能地觉得 这次的未面投影 有些不一样 不只是能量层次上的差别 数百丈外 鲁西法的投影 吸收了本体穿透空间 输送过来的能量 通体燃烧起 熊熊的黑色火焰 金色的头发 也由发根 至发烧 变为了黑色 一根根笔直地 散于脑后 飞舞着 一种极度冰寒的气息 从鲁西法身上浮射而出 天地间的气温 抖降 啪 鲁西法浮于空中 一声异响传来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之中 鲁西法背后 张开了一对长长的 堕落光翼 啪 又是一声脆响 在第一对漆黑的堕落光翼之后 又一对长长的堕落光翼 向左右伸展开来 两对 四对 五对 从鲁西法后背 伸出的漆黑堕落光翼 达到了十二对之多 鲁西法仰着头 右腿微曲 那长达几十丈 极具流线美感 隐隐泛着 亮黑色光泽 堕落光翼 一根根笔直地伸展着 一种古怪的感觉涌上心头 这种太古强者感觉 充斥这片混沌之地的浓浓黑暗气息 正在回应着那十二对 璀璨的光翼 似乎只要鲁西法愿意 那十二对光翼 随时可以调动 昭天庞大的黑暗力量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这 璀璨的十二对光翼上 一种诡异的气息 漂流在虚空中 天地都完全寂静下来 曾经身为大天使长的荣耀 天堂最高贵的赤天使 唯一的十二亿赤天使 如今堕入魔界 所有往昔的荣耀 都化为这十二根 堕落的黑暗光翼 在黑暗华丽之下 掩藏的却是上位者的高傲 与一种强烈的危机感 堕落之王的气息 太强了 独孤求败担忧道 身判的西门吹雪 却是散发出一股 强烈的战役 手握铁剑 剧烈地颤导着 但西门吹雪 却迟迟没有出手 在他内心中 还没有绝对的把握 可以一剑 击杀处于十二亿 堕落之王状态的卢西法 面对实力大涨的堕落之王 风云无际的脸上 依旧是一片平静 无喜无悲 在众人担忧的目光中 风云无际 骤然闭上了目光 黑白的世界中 一道道无形的简丝 从风云无际的本体出发 穿透了空间 平平地消失在虚空之中 透过混沌之海 消失在另一届的混沌之门中 一处不知名未面的深山大泽中 大雨滂沱 不停地冲刷着起伏的群山 连绵的树木刷刷地抖动 在风中翻折 露出油亮的一面 如同一片泛着灵光的海洋 咔嚓 一道惊雷 从阴云密布的天空上划过 起伏的山川中 那最高的一处山巅上 空间突然扭曲了一下 一眨眼间 一名神色漠然的白衣男子 出现在上方 仰头看着天空闪烁的雷电 男子任由那陡大的雨珠鳞相 那密集的雨水 自由地从男子的体内穿过 仿如是穿过空气一样 一丝不满意的神色 从白衣男子的眼中掠过 随后 下一道惊雷划过上方时 男子一如他出现一般 毫无征兆地消失了 几乎是在这个位面的男子 消失的同时 另一个相隔数个位面的 普通位面中 另一个白衣男子 如幽冥般从虚空中浮现 只是这一次 男子的身体又凝实了不少 风云无际不断地 在不同的位面中 实验着领域的投影规则 随后脑中推演的速度 是越来的加快 以及实际的反应情况反馈 投影规则越发地完善 这一切 对其他人来说 或许是天方夜谈 但对于风云无际来说 却是一刹那的时间 便完成了一系列的实验过程 魔戒在西方一处 极大的范围之内 异议地堕落天使浮于空中 如此众多的堕落天使 浮在空中 几乎将天空的魔戒黑日 完全给遮蔽 这便是魔戒赫赫有名的 堕落天使军团了 在堕落天使军团的 势力范围中央 一座庞大的神殿 坐落在几座 巨大的火山缝隙之中 这便是堕落之王 居住的众魔殿了 整个众魔殿 巨大的狼柱柱里 众魔殿极其庞大 由外籍内分为四层 由堕落之王 亲自设下节界防护 又由黑暗君主 借用神力 施展神咒 刻下了守护符文 以加固众魔殿 五层之中 分由地狱七君主把守 众魔殿内 执掌意义堕落天使军团 生杀大权的主宰 鲁西法便居于正中的宽大神座上 相较于投影而言 堕落之王鲁西法 更显年轻 而且他的本体发色 也是黑色的 此刻 堕落之王 正闭目端坐在宝座上 在他身旁是两名气息诡异的 地狱七君主中的两位 深海君主 李维安达 和恐怖君主 阿斯达洛特 此时 两名地狱君主之间的 堕落之王 气息变得极为不稳定 权威实体的本体 居然在躯体边缘 产生了多道模糊的虚影 在大殿中央 巨大的地狱之火映照下 鲁西法本体身体下的地面 赫人出现的 不是自己的影子 而是十二对 向着各方伸展的黑暗光影 杀杀杀杀 一阵低沉的声音 在大殿内回响 堕落之王鲁西法身前的地面 一团白色的阴影凭空出现 两名中心的地狱君主 瞳孔一缩 正欲出手 那白色的阴影一轮变幻 在摩缩声中 已然迅速长高 一些白色的衣袍 长耳极地 瀑布一般的长发 冷峻的脸容 正是本应在另一个空间的 风云无际 风云无际右侧 洁白的衣袖一荡 白皙的修长手掌 从袖袍下伸了出来 五指一翻 一缕缕阴影在手中变幻 转念之间 另一柄第五剑胆 已然出现在他的手中 一股强烈的危机感 从心底涌来 深海君主 利维安达 与恐怖君主 阿斯达罗特 爆合一声 便从台阶上 扑向了风云无际 从恐怖君主 阿斯达罗特嘴中 发出了 相彻天地的 斯雅银唱声 左侧 利维安达的右脚一踏 一阵海潮声 在大殿内回响 哼 一声暴哼 五匹的精神力量 暴使而出 在两名地狱君主 发出攻击之间 硬生生 将他们击飞 论精神力量 放眼各族 也少也能 遇风云无际 并肩者了 何况七君主 按投影规则 所成的 第五剑弹 发出的一声龙吟 忽从风云无际的 手掌之中爆起 化为了一道 黑色的红光 向着目然不动的 堕落之王 鲁西法 额头切下 剑气未斩下 整个重魔殿 已经发出了 一阵刺耳的 金属刮擦声 重魔殿 核心的 黑色金属地面上 一道清晰的 白色剑痕 一剑 将整个重魔殿贯通 第四百四十三章 天堂之门 砰 第五剑男斩落 一只闭目 做冥想状的 堕落之王鲁西法 突然睁开眼泪 黑白二毛内 爆射出 星海一般 璀璨的光芒 裹着精美 黑色臂甲的手臂 默然挡在了胸前 剑臂相交 发出了一声 刺耳的呱擦声 一缕缕火星 从鲁西法身上 精美的黑色臂甲上 迸逝而出 第五剑胆落出 一道清晰的裂痕 赫然出现 与此同时 一道催山折月 汗星摇抖的剑气 从鲁西法的头上掠过 整座重魔殿 在这足以 撕裂虚空的剑气中 发出锐笑之声 底座 剧烈地摇晃起来 鲁西法 如星辰般的瞳孔 默然收缩了一下 墓中一缕杀鸡 暴晒而过 苍 一道黑影 从鲁西法 黑色的臂甲内弹出 呲的一声 由下而上 一滑到底 几乎是同时 混沌之地 神色漠然 如神灵一般 张着十二对 堕落光翼的鲁西法 本体投影 双尺突然一震 一道黑色的旋风 拔底而起 鲁西法 已经不见了踪影 远处 所有太古强者的眉头 不禁一皱 刹那间 他们都感受了 这片混沌之地 海洋黑暗力量 聚集的迹象 哄 风云无济身前 数尺处 一道粗细不一的 淡淡线条 从漆黑的虚空中 简单地勾勒出一副 堕落之王的曲线 一道全形阴影 卷动着漫天的 黑色光滑 如同泻闸之水一般 向着风云无际 猛灰而下